中南海 恩仇录 卷二 毛泽东和刘少奇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23节 革命就是割猪肉 实际上 毛泽东运筹帷幄 早已是文武兼备 在北京动用卫戍部队接管电台报馆的同时 在武汉东湖宾馆正秘密集中了一批秀才 夜以继日的加班加点 敢做几篇批判北京市委 批判刘邓路线的革命习文 这批御用秀才为陈伯达 康生 张春桥 姚文元 关峰 王丽 七本宇等 毛泽东委派自己的夫人江青 做这个写作班子的召集人和联络员 以这批人为骨干 一个将要取代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进而取代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的毛氏权力机构 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呼之欲出了 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毛泽东下榻的武昌东湖宾馆举行 国防部长林彪元帅赵立请了病假 除了毛刘 周朱 陈邓六位常委出席外 扩大出席者有彭真 康生 陈伯达 陆定一 王任仲等人 留置在毛泽东身边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 以及毛泽东的军事参谋彭少辉上将 则作为列席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仍然采用大体小作声东击西战术 给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等人布设谜局 使其摸不到他的底细 他煞有介事的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 做了长篇讲话 他与大家促膝谈心事的滔滔不绝 他说 我们解放以后 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 有利也有弊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 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 他们就越抵抗 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 吴涵和简薄赞等人是共产党员 也反共 实际上是国民党 现今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 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 各地都要注意学校 报纸 刊物 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前线杂志也是吴涵 廖墨沙 邓拓的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并进而指出 文史则法经 要搞文化大革命 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刘少奇总算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主席原来要解决的还是个知识分子问题 毛给文化大革命划定的范围 并不包括党政军等要害领域 毛一脸病容 看来的确是老了 调派大军进驻宣传舆论单位 以枪杆子去管笔杆子 也是以大炮轰蚊子 小题大做了 彭真却没有刘少奇这种侥幸心理 他手下的三员干将邓拓 吴涵 廖莫沙 第一次被毛在党的会议上点名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明白自己也大祸将临 但他仍既望于刘少奇 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书记处 既望于周恩来陈云的国务院 能为他为北京市委市政府主持公道 说几句相救助的话 然而正是在这南北两个党中央 两个司令部生死决斗的关键时刻 1966年3月24日 刘少奇协夫人王光美 出访友邦巴基斯坦 3月30日回国 留在新疆境内的河田 乌鲁木齐等地视察 并未返回北京 4月4日 在右协夫人出访阿富汗缅甸 4月20日返国 两次出访 皆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陪同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 北京党中央的主帅 在这段最要命的日子里离开北京 离开党中央权力核心 除了他对毛泽东仍心存侥幸 抱有希望之外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已在心里承认彻底失败 毛已先他下手实施了兵变 但他尚未与毛公开撕破过脸皮 就算他在大饥荒的1959年冬至1962年春 有过对毛不公言行 但确实从未有过具体的反毛计划 相信毛手下的那位系统 也未抓着过他的什么把柄 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也还甚为稳固 事情似乎还有转环的余地 二是他或许已知悉 中央军委的元帅大将们 三军总部的司令员政委们 普遍对林彪秘密调动 四野第38军入关 到北京城里搞兵变 感到愤怒和羞辱 而寄望军队元老们群起反兵变 赶林彪下台断毛的羽翼 他则置之事外 回来正可收拾局面 瞎平 刘克斯真是做梦娶媳妇 竟想好事 可是毛泽东的兵变功夫 已经修炼到家 早抽空了北京军区 在河北省境内的部队 北京地区已完全处在了 第38军的铁壁铜墙之下 北京城内的卫戍部队司令部 也已改组 中南海及其所有中央政治局成员 书记处成员们的住宅 则完全由毛的亲信 书童出身的汪东兴率领的 中南海警卫师控制着 中央军委只剩下贺龙元帅 几位演空城记 无兵无足的就是想反兵变 也反不起来了 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往往坏事 远不及刘州陈邓高明 玩弄军事手段 扬谋阴谋 刘州陈邓们 却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 多次召集江青 康生 陈伯达 张春桥等人谈话 毛泽东开始点名批判彭真 他对彭真以恨之入骨 却又翘着小拇指说 彭真算老几 小人物一个 我只要动一根指头 就可以把他捅倒 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混淆阶级界限 不分是非 是错误的 毛提出要支持左派 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 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要建立队伍 进行文化大革命 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小组 就叫文化革命小组 博达当组长 康生做顾问 江青春桥做副组长 湖北父母官王任仲 这一段表现不错 也兼个副组长 谢富志 姚文元 关峰 王立 七本宇 诸位当成员 当然这事现在不准外传 等我找机会叫政治局开会通过一下 接下来 毛泽东对几位亲信大将面授机遗 彭镇的北京市委搞成独立王国 侦察不进 水泼不进 陆定一 周扬的中宣部是阎王殿 专门压迫左派 要解散 要捣毁 重新来过 四二年我在延安就讲过 搞革命就是割猪肉 要一刀一刀来割 一块一块来割 庄子曰 袍丁为文汇军解牛 何清吉 我们要向袍丁前辈学习 讲究刀弓刀法 自下而上 先易后难 猪肉尚未割成 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的高超掏掠 神机妙算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们 是心领神会 俯首投地了 也是毛终于向他们透了透天机 或称为路线交底 过去干革命割猪肉 是从国民党政权身上 一刀一刀割下根据地 建立起使共产党势力 日益扩大的地盘 现在干革命割猪肉 也是一刀一刀 一块一块的来割 自下而上 有小极大 先割掉北京市委的三家村 再割掉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再割掉中宣部 一步一步割上去 毛泽东未说明 但意图已对亲信们暗示的很清楚了 一刀一刀 割向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一刀一刀割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第二十四节 北京中央不堪一击 1966年4月2日 军事管制后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同时发表了七本语的文章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公开炮打中共北京市委 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 彭真却求救无门 周恩来总理很原熟 已经刻意疏远着他 邓小平总书记倒是没有回避他 中宣部的陆定一也够朋友 跟他深谈过两次 却不得要领 一切等着刘少奇回来拿主意 刘少奇却逗留在新疆视察工作 还即将出访阿富汗亡国及缅甸 最早也要到4月20日才能返回北京 4月9日至12日 中央书记处奉毛泽东的电话指示召开会议 邓小平主持 周恩来 陈云 彭真 贺龙 康生 陈伯达 陆定一 王家祥等出席 中办副主任 田家英等列席 会上 康生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 传达了毛泽东主席于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 点了彭真的名 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涵的海瑞罢官以来 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陈伯达则指着彭真的鼻子 揭发批判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康生 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意向的发言 给会议带来巨大压力 陆定一却豁出去了 看不惯康生 陈伯达两位的狗杖主事 起而质问 共产党办事还讲不讲个规章 有没有个纪律 不经党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 凭什么信口开河 只某位中央负责人犯了一系列错误 一系列反党罪行 一时间 与会者大多赞赏陆定一的胆识 康生 陈伯达虽然居于少数 但有伟大的毛泽东授意 有38军撑腰 毫不退缩 与陆定一展开激烈争辩 康生指陆定一为彭真的同路人 贺龙元帅瞪了康生陈伯达几眼 几次要发言 军被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制止住了 陈云则闭上眼睛 满脸阴云 一声不吭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就未发一言 后来回到北京继续批彭德怀 他也坐在主席台上闭着眼睛 一声不吭 那次林彪向毛泽东汇报说 陈云的眼神很可怕 像要吃人 毛泽东却对上海印刷工人出身 又长期从事党务及经济工作的陈云 不以为意 他就是那个样子 不要去理会他 这次康生会后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时 也提到陈云的眼神很可怕 充满了仇恨 毛泽东仍不以为意 陈云还是老样子 不要去理会他 倒是彭真本人沉得住气 在争得邓小平点头之后做了发言 他出奇的冷静 没有说一句替自己辩解的话 而说 我们的问题又主要是我本人 闹到今天这一步 确实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了 因此很有必要尽快召开一次中央全会 来讨论研究 来明辨是非 以礼服人 治病救人 包括对我本人的组织处理 不然继续这样上上下下 党内党外的闹腾下去 对党对国家都损失太大 彭真的水平在中央领导层是众所周知的 否则他一个山西省贫苦人家出身的人 也不会受到毛流的器重 提拔到今天的高位 当即有陆定一 贺龙 田家英等副议 要求及早召开中央全会 解决党内纷争 以求得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团结统一 令彭真 陆定一吃惊和寒心的是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却嘴巴很紧 没有替大难临头的彭真说句公平一点的话 除了同意向毛泽东主席提请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外 他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 反而同意会议做出决议 起草一个通知 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并撤销这个提纲 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为召开中央全会做准备 散会时 不知厉害又一向赋予人情味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 特意走到彭真面前 观照说 保重啊 彭真直着脖子苦笑着回答 彼此保重 放心 我彭胡子不会叛党自杀 已经走出会议室的康生 却回过头来看到这一幕 汇报到毛泽东那里 田家英即将被新账老账一起算 在劫难逃了 再说 身居武昌东湖宾馆呼风唤雨 玩中央其他领导人于掌骨之上的毛泽东 却任由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以中央常委的名义 再三恳请 坚决不回北京 他仍委托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是作为缓兵之计 二是制造机会 让他们继续犯错误 4月16日至20日 毛泽东再次在武昌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上 毛泽东亲自出马 对彭真的反党罪行 进行无情的批判 他把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也扯了进来 并且点了陆定一 杨尚昆的名 这一来 根本不曾存在过的彭罗路阳反党集团 便在毛泽东的谈笑之间出具规模 配合着伟大领袖的圣旨 康生陈伯达在会上口沫横飞 攻势更为勇猛伶俐 彭指已经抬不起头 邓小平 陈云 朱德 皆保持沉默 周恩来态度暧昧 但渐渐趋于顺从毛泽东 这次会议上认可了上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所做的决议 并决定重新组建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毛泽东手上有现成的名单 他照着一张十行纸念了一遍 无意义通过 对于召开新的中央全会 毛泽东不是可否 只是含糊其词的对刘舟说了一句 大家看着办吧 有人事后议论说 邓小平此举 无异于自觉目学 等着毛泽东将其扔进去 实则邓小平希望以自己最后的紧跟行动 力图争取参与运动领导 以起怜于毛泽东放他一马 毛泽东仍住在武昌 继续对彭真进行严厉批判 毛的讲话由康生带回北京 在中央政治局传达 毛泽东却透出了 他绝无放过刘少奇的信息 毛说 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 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 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 叫做孙悟空大闹天宫 并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现象是看得见的 本质是隐蔽的 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玉皇大帝当然指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只差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了 第25节516通知出台 1966年4月19日 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及夫人张倩一行 结束了对友邦巴基斯坦 阿富汗缅甸的国事访问 回到云南省会昆明 自3月26日出访以来 刘少奇离开北京已近一月 在昆明 他向北京发出两封电报 一封给周恩来总理 转毛泽东主席 报告已圆满结束对友邦的访问 回到昆明 提出要去西双版纳看看 那里有十几万知识青年在开墾橡胶园 并请示主席回京后 可否安排一次见面 以汇报出访情况 另一封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向中央请假一星期 去西双版纳等地调查研究 慰问知青 实则是刘少奇真不想回北京 他离开北京这段时间 中央又出了两件大事 揪出了彭罗路阳 都是他的左臂右膀 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 全班人马都是毛泽东手下的亲信秀才 他已明显感觉到了 他回北京前程未卜 凶多吉少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门红彦上将在多次汇报交谈中 也对党中央的激烈斗争状况忧心忡忡 特别是对党内军内紧急传达 彭罗路阳反党阴谋集团一事 十分反感 门红彦上将并直言不讳地说 江青凭什么在中央张牙舞爪 既然毛主席那样讨嫌自己的婆娘 为什么现在又搞举嫌不必亲 让他坐直升飞机 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搞不懂 想不通啊 刘主席 陈老总 老首长 刘少奇 陈毅在延红彦等人的陪同下 乘汽车赴西双版纳 在路上 他收到了北京的两封回电 一封是周恩来拍来的 转告毛泽东主席指示 请少奇同志速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个别见面式 另定时间 一封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拍来的 也是敦促速返北京 一切面告 从昆明城汽车赴西双版纳 走滇缅公路 穿越横断山脉 来回路上就要一星期 因此刘少奇陈毅回到北京 已是四月底 周恩来 朱德 邓小平到机场迎接 在机场休息室 刘少奇听了工作简报 根据毛主席指示 彭罗 陆阳被化为反党阴谋集团 刘少奇连说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中央书记处一下子少了四名书记 怎么办 邓小平说 主席已初步同意调中南局 陶柱同志到中央工作 主持宣传口 调陶柱进北京 算是毛泽东对刘邓所做的一点让步 陶柱是湖南老乡 跟林彪同属黄浦六七 此处更正一下 实际上林彪是黄浦四七 陶柱是黄浦五七 当过林彪的第四野战军 政治部副主任 南下广东后转地方工作 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后又升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人年轻 有才能 有正升 今后若周恩来不行了 倒是个做总理的材料 关键是他到了中央工作后 会跟了哪一个司令部走 刘少奇回到北京 看到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 并经毛泽东修改过的 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一个措辞激烈杀气腾腾的可怕通知 他跟毛泽东通了电话 毛说不忙见面 先带我主持5月4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吧 我的一些具体意见会委托康生在会上传达 关键时刻 刘少奇没能拍案而起 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权的气概胆识 他又一次犯了党性休养的老毛病 大难当头 只图自保 他为了顺从毛泽东 很少保护自己的战友同事乃至亲信 1954年 他不保护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时期的老同事潘汉年 潘汉年被毛泽东判处无期徒刑 而死于湖南米江劳动农场 1955年 反高岗饶恕时反党联盟时 他不保护自己的新四军老部下饶恕时 1958年 他不保护周恩来陈云 毛泽东连续13次公开点名周辰二人右倾 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1959年庐山会议 他不保护彭德怀元帅 反而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彭的一大罪名 里通外国 就是他所封赠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他不保护自己的爱将习仲勋邓子辉 1965年11月 毛林诱补罗瑞卿大将 他不具理力争 现在毛泽东要拿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昆等人 开刀祭旗 搞文化大革命 接下来就要向他刘少奇 这位玉皇大帝下手了 他仍然不能最后一搏拯救自己 他总是希望能跟毛泽东达成妥协 明眼人当时已经看得出一个 即将降临的大悲剧了 刘少奇不保护他人 他人也不会保护他刘少奇 中共的另一领导人周恩来 则表现出来跟刘少奇完全不同的作风 周在文革初期的滔天红祸中 拼了老命去死保自己的亲信大将 包括力保贺龙元帅 叶静英元帅 叶荣真元帅 力保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李富春 谭振林等 继而力保受毛林派系排斥的将军们 部长们 他很快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强力军人集团 来与毛泽东林彪的党中央周旋 妙不可言的是 毛泽东也需要周恩来的军政集团 来牵制势力日益膨胀的林彪派系 其结果是 周恩来保护老部下 老部下保护周恩来 使得周恩来与权力争斗的残酷夹缝中 历尽艰险 得以幸存 仔细后话 1966年5月1日 身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 第一次没有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露面 5月4日 毛泽东仍委托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却让康生做代表 在会上正式提出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昆反革命集团案 彭真已经知道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出席中央会议 仍孤注一掷地提出召开中央全会 集体讨论解决党内纷争 但此时他也被毛泽东定罪 他的提议已无人敢于公开复议 这次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 除了陈伯达、康生二人 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员之外 还有张春桥、谢富志、江青、王立、关锋、姚文元、七本宇等毛派斗士 他们以毛主席指示做后盾 在会上宣宾夺主 展开了灵力的攻势 他们誓言 不论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 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谁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就全党共诛之 全国共讨之 幸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是老革命占多数 有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真、叶金英等一批元帅副总理 立足反核气氛、冷静局面 并敦促中央政治局常委早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处理党内重大问题 这一来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彭罗、陆阳反革命集团 除罗瑞卿已遭投入军队监狱外 彭真、陆定一、杨尚坤三人均暂不逮捕 而责令他们留在各自的府上 反省检查 实际上是被软禁了 有趣的是 林彪迟迟不肯返回北京工作 毛泽东两次电话通知他赴北京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林彪却留在他苏州的刑馆里养病 无意出山 此时 毛泽东已经从武昌东湖宾馆移居杭州西子湖畔的刘庄 他不得不委派北京的周恩来赴苏州敦请 并让周恩来传话 难道还要我亲自到苏州来请你回北京主持工作吗 林彪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诺 这才由周恩来陪同乘专机回了北京 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泰勇士们顿时声势大涨 斗争如火如荼 5月16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由刘少奇主持 在出席者与列席者均拥有通等表决权的情况下 以举手方式通过了由陈伯达康生起草的 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简称为516通知 实为一个中共践踏自己党章的非法文件 毛泽东在通知上亲笔写下 混进党里 政府里 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 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上述通知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 不在一贯例先由党内层层下达 而直接交由新华社于当天晚上全文播发 并刊登在第二天的全国所有大小报刊上 毛泽东派军队接管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日报社等要害单位后 已将新闻舆论工具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 这次会议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 实际上完全由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掌控 从5月4日一直开到5月24日才结束 其间双方的激烈争吵可想而知 在通过了516通知之后 紧接着又通过了毛氏的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成 清一色的毛派人马 陈伯达任组长 康生任顾问 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 核心成员为谢富志 姚文元王立 关峰 七本宇等人 周恩来费尽心机 才将逃住安排进中央文革任顾问 王任重任副组长 刘州 朱陈邓等中共元老们 还争取到了一项党内专案工作纪律 任何情况下 严禁对党内高级干部严刑逼供 肉体摧残 此项专案工作纪律 并得到毛泽东的签署 试杀成性的康生 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时 曾表示不满 专案人员可以不对审查对象动刑 但广大革命群众 出于乌产阶级义愤 对反党黑帮分子动动拳脚 怎么办 毛泽东说 还是要劝止 要文斗 不要武斗 但绝不能给人民群众定矿矿 泼冷水 束缚群众的手脚 1966年5月18日 久病出山的政治权力恶虎林彪元帅 以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学生 最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的姿态 在会上做了一个专谈中外军事政变 武装夺权的精彩演讲 讲杀人 讲镇压 你死我活 血流成河 讲的与会者毛骨悚然 讲着讲着 林彪却也透露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玄机 近几个月来 伟大领袖一直在做一篇大文章 秘密调兵潜将 军事包围北京 以军事手段粉碎了党内外阶级敌人 妄图政变的阴谋 亲密战友林彪 无意中接了毛泽东的老底 在北京地区搞军事政变的不是别人 正是毛泽东自己 6月初 毛泽东瞒着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 悄悄移居他的湖南老家 韶山滴水洞宾馆后 读到林彪的这篇杀气腾腾的讲话稿 当即给自己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信 表示了对自己的这位学生 接班人的担忧和不满 已留作历史的存照 也就说明了 毛要打倒刘少奇 不得不借重林彪 却又从一开始就对新接班人缺乏信任 第26节 邓拓田家英自杀 516通知发布后 全国上下即开始了极左疯狂与红色恐怖 毛泽东虽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但他要一举推翻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牢牢掌控着的党务系统 仍感到相当棘手 他也明白 党内的广大干部 尤其是中高级干部 包括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 对他贸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并无好感 会想方设法予以对抗抵制 一旦危及到各级官员的切身安全 极有爆发全国内战的可能 对于爆发内战 毛泽东已有思想准备 他已横下一条心 与其到时候让内战自发性爆发 不如自己主动发起一场革命性内战 另说面临灭顶之灾的彭真等人 倒是做到了不自杀叛党 罗瑞卿大将则早于3月18日深夜 从住所楼顶跳下未死 只跌断左腿骨 被送进医院截掉左腿 弄成残废 投入监牢 后来曾被红卫兵级军内造反派装进锣筐 抬着四处游斗 第二名自杀的中共高干是彭真的爱将 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 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深夜 也就是毛泽东强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516通知的第二天 邓拓眼看彭罗路阳等中央领导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康生 江青 陈伯达 张春桥一伙成为暴君毛泽东的咬人狂犬 觉得自己再活下去 必定落入恶魔康生手中 人格凌辱不说 更会遭受言行逼供 邓拓对康生当年在延安秉承毛泽东旨意 大搞抢救运动 残酷拷打无数无辜性命 记忆犹新 他不能担保自己一届书生暴人 在历经日夜吊打 皮开肉战之后 咬得住牙关 不交代出1962年那半途而废的唱官楼事件 那一来 自己所敬重的中央领导人就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自己一死 一切就断线 无从查起 是可杀 不可辱 硬可站着死 不愿跪着生 书香世家出生的邓拓 满腹诗书 文章锦绣 追随共产党革命三十几年 没想到会这样自相杀戮 当晚 邓拓写下两封绝命书 他的一支明满神舟的生花妙笔 已毫无文采 一封给中共北京市委 相当长 为自己的烟山夜话和三家村炸祭做最后的申辩 并写下了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十足类似古代的建臣被暴君降旨 推出五门斩首之时 还要面北跪下 三乎皇上赐死之恩 以求减缓诸莲九族之灾 邓拓此时三乎万岁 正是为了力图减缓自己带给爱妻及子女们的罪孽 邓拓的另一封绝命书很短 是写给爱妻的 流露的是他的血泪真情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 永远忘掉我吧 我害得你们够苦了 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 亲爱的 邓拓是在自己卧室的卫生间里 用剃须刀割断自己手腕上的动脉 大量出血而身亡 516通知后的另一位著名自杀者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自1948年起到毛身边工作 青年才俊 正直忠诚 博学强技 文笔简洁迅疾 身获毛的器重 毛泽东于50年代的大小著作大多出自田的手笔 毛只是稍作修改审定而已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 田家英对于毛泽东不管天下苍生死活 为一己私欲而大发淫威 道行逆施 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反党集团 即已有过痛不欲生的愤懑 最后曾向毛提出下基层锻炼的要求 不获批准 三年大饥荒时期 田家英多次率中央工作组到安徽 河南 山东等重灾区调查研究 目睹了农村恶嫖再盗 尸骨营野的惨状 田家英每次返回北京 均向毛泽东做出如实汇报 并协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服毛泽东在经济路线上做出重大调整 如说服毛同意刘少奇邓子辉等人提出的 在农村允许包产到户 责任到田等单干性质的紧急措施 可是到了1962年 大饥荒一结束 毛泽东就过河拆桥 翻脸不认账 在中央全会上大批邓子辉的右倾翻案风 大谈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田家英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如何玩弄权谋 玩弄美女 而且在疯狂制造自我神话 自我崇拜的愚民运动的同时 楚心积虑的一步一步为刘少奇邓小平 彭真们设下陷阱 令其上当落井 1963年后 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不健康情绪再次发作有所警觉 但仍不批准其下放基层工作的请求 原因很简单 田家英知道的黑幕太多 奥秘太多 1964年 毛泽东决心以军事手段铲除刘邓系统之后 将田家英降为生活秘书 田家英仍挂名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实际上毛命其管理一件十足羞辱他人格的事 毛泽东每玩过一名美女 即由田家英只给一笔服务费用 并负责该名美女回单位后的提及提心 入团入党 516通知搬刑之后 田家英终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崇高信仰彻底破灭 看穿了所谓的共产革命 实为新一轮封建专制王朝的复辟 一场红色大骗局 于是于6月4日深夜 字役于中南海住宅 田家英自杀身亡的消息传来时 毛泽东以秘密宜居老家湖南韶山滴水洞 他每天在滴水洞旁的小水库里游泳 锻炼体魄 养精蓄锐 准备返回他久违了的 也是军事政变成功了的北京 去召开中央全会 去补办一个手续 给予刘少奇 邓小平们政治上致命一击 对于在他身边工作过整整18个年头的田家英的自杀 他说 死了 小叛徒一个 只要那个玉皇大帝这时候不畏罪自杀就行 我还需要他来表演连场好戏 大风起西 云飞扬 微加海内西 归故乡 毛泽东以军事手段做后盾 强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后 在又受益康生 陈伯达们乘胜出击 发动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们革命造反 5月23日 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 康生找来他的亲信 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之书记聂元子个别谈话 部署《夜回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 公开炮打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以图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 5月25日 聂元子等7人联名贴出了那张 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周恩来不知就里 文讯后感到事关重大 于当天晚上派人到北大进行调查 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的规定 并严厉批评了聂元子等人无视掌济的行为 崩盘 金比一点